金融市到9月7号为止已经连续27天加龄 不过受到双北幼儿园私生群聚感染事件影响 面对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 金融市长林又昌表示 区里相关活动需严格落实防疫指引 否则一律停办 本市的区里的中秋活动 必须要严格落实中央的防疫的指引 只要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防疫指引的一个要求 一律停止办理 至于中秋节民众最爱的烤肉活动 牛昌也宣布 除了在家中与同住家人烤肉外 包括公园等工厂所 甚至棋楼的户外烤肉活动 即日起一律禁止 大家关心了烤肉的问题 本市我们在所有的公共场所 包含棋楼一律禁止烤肉 而民众如果是在家里面 跟同住的一个家人 在家里面居家进行考虑的话 这部分是我们不会予以禁止 不过还是提醒大家 这个还是要提高防疫的一个警觉 现在还是二级警戒期间 其实还是在防疫的这个状况之下 所以一切应该以防疫为最优先的一个考量 那这个大家不要因为这个一时的一个不方便 造成防疫的破口 我想这个是得不偿失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也会是这几天 整个双北的一个疫情的状况 随时做检讨 那我们也不排除 万一新北有这个data的一个 这个社区感染的一个状况的话 我们随时检讨 那必要的时候提升相关的一个管理的一个作为 防疫为先 然后这个要料敌重宽 然后要用最快速最严谨的态度来处理它 牛昌强调 目前仍是疫情警戒期间 呼吁民众能因提高警觉做好个人防疫 能一时不变才有机会 让疫情早日结束 重回正常生活 记者张启辰 金融报导